你問真的為什麼不來 到現在的疫苗 我嚇到不怕去 吃藥藥努力 台灣這波肺炎疫情 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許多需定期回診 拿藥的慢性病友 也因為害怕不敢進入醫院 反而讓自己 身陷更高的風險之中 我們就2018年 台灣的十大實驗來看 包括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還有糖尿病 高血壓疾病 或是慢性腎臟病 所造成的死亡的個案 平均一天我們算起來 大概有89位 你如果沒有好好控制 對你的耳後 可能發生了中風 或急性癡癢症等等 腎臟病惡化 造成你健康上 危害會更大 目前醫院嚴格管制出入 分流就醫相對安全 而大林慈濟醫院 針對因回診 而未回診的高風險患者 個案管理師 也會一一進行追蹤和勸導 我本身是有高血壓的一個症狀 這段時間會 疫情會比較敏感 那當然就是為了一個 身體自己的健康 那我們還是要有勇氣吧 還是要回來看醫生 醫師建議 如果真的害怕來醫院 可到附近診所就醫拿藥 千萬不要自行停藥或減藥 造成健康上更大的危害 大新聞 邱惠玲 宋秉華 嘉義大林報導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的 再次便宜 已經到達了 我們現在的